防脹氣的奶瓶可以防嗆奶防液奶防脹氣更安心 而且這個玻璃的瓶身呢可以承受150度的瞬間溫差 所以不論是熱水消毒或者是蒸煮鍋消毒都可以安心的使用 為了提供友善育兒環境 台北市社會局和民間團體合作 提供0到6個月的嬰兒用品 賣場禮券及米月祝福禮 失之支持新生兒家庭 還有攜帶型的奶粉分裝盒 這個可以讓寶寶到哪 分裝盒 對 到哪裡就吃到哪裡 這樣很方便的 另外呢 還有濕紙巾的隨身包 現在爸爸媽媽帶小孩出去都是很擔心有病菌 所以我們就是隨食隨擦都清爽又乾淨 再來呢 還有安撫的奶嘴跟奶嘴鍊 我們有生過小孩的都知道 寶寶在哭泣的時候 我們就塞個奶嘴進去就好了 那奶嘴鍊呢 就是如果按摸摸的時候 很方便可以找得到 不會全床摸不到奶嘴 所以我們也是有很貼心的設計 另外還有紗布巾跟尿布 我們尿布提供的是新生baby用的 所以它有超強的吸收力 質感細緻又舒適 而且不容易產生尿布疹 這個可以給我們的寶寶安全的使用 另外還有嬰兒用的棉花棒 這也是我們清潔的好幫手哦 嬰兒用的棉花棒 然後另外呢 還有固齒器 這個固齒器有通過重金屬 塑化劑 雙分A等等的環境荷爾蒙檢測 是非常安全的 所以如果寶寶放在嘴巴裡 也一定是沒有問題 然後另外我們還有提供安撫玩具 因為寶寶除了生理的需求以外呢 心理也是常常會需要需求的 我相信很多人長大的期間都會有這個經驗 都會有一個小輩輩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是提供寶寶來去做安撫 然後最後一個要介紹的是我們的質感外裝袋 其實你看這個包包 一點也不像是工部門製作的包包 我們可以轉過去試背一下給大家看 這個是用那種牛仔布顏色的材質 讓大家這樣走在路上的時候也很有時尚感 就兼具美觀和實用性哦 讓新手爸媽出門的時候能夠體面又方便 那我們幸福寶貝包 在各位的支持之下 我想我們未來會運用這個內含2000元 那對於零到六個月的嬰幼兒 他所需的這個用品啊 能夠來給我們台北市這個低收 或者是中低收的這個市民朋友 能夠來給他表達關懷 讓他們在這個育兒的過程中可以更加的 得到來自各方面的支持 那我想 稍子的話是我們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那透過各位的幫忙 讓我們這個台北市的市民 不管在哪一個階層的民眾都能夠很這個 願意來生育 那生育之後呢可以給我們這個新生帶的這個寶貝啊 可以有一個好的生長的環境跟這個空間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特別代表我們蔣萬蔣市長 來感謝各位今天的蒞臨 幸福寶貝包發放的對象 為台北市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父母未滿20歲 且育有今年9月以後出生的新生兒家庭 減輕弱勢家庭育兒負擔 同時也加碼提供大賣場禮券 滿足新生兒家庭個別化物資需求 還有米月祝福禮送到家 持續關懷新生兒成長 我想台北市政府社會局這邊有感於 我們即使在這個少子化的時代 那我們的一個新生兒越來越少 那我們也非常寶貝我們每一個孩子 我們這一次針對了這個低收入戶跟中低收入戶 還有我們的小爸爸小媽媽的部分 我們特別做了一個 這個幸福寶貝包的一個捐贈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重點的話 我們其實今年我們很感謝 城隍廟這邊能夠來捐助我們寶貝包 以及所有的一個這個物品 那非常符合這個新手爸媽的一個使用 另外的部分上來講的話 我們這一次我們很多的一個教會 共襄盛舉的來幫助我們來完成這項的一個活動 那我想其實這樣的一個捐贈 它或許其實只是一個這個過程 更重要的是這些新手的爸媽 以及我們中低收入戶者 在受贈的過程當中 也讓我們的社工可以跟他們做一個連結 也讓這樣子的愛跟後續的所有的服務 可以串連在一起 那我想這個是我們這一次活動的一個重要的精神 我們台北市社會局願意辦這種活動 你不要以為我們是101邊了 其實世界各國再先進再進步的城市 總是有一些微弱陰暗的人民需要去關懷 我們台北市政府做到 其實我們今天除了誰要贏的錢 這邊都贏的 這邊都是耶穌 都是宋教會 而且都是投注很大很大的心力在關懷台灣 關懷台北市 我們最強的教會都來 都是很大的教會 都是很願意 其實基督徒裡面遵循的聖經 其實認真講只有一個字就是愛 我們就是說要愛人如己 神就是愛 所以我們這群基督徒 都很想把愛去關懷別人 跟你們一樣 所以我覺得你們每一個社會局的相關人 你們都不曉得 你們頭上都有一個關懷 包括高董事長 他是陳王爺 我小時候是信佛教 長大才是基督教 他就說他孩子一直 所以你看我們這長輩 他說他小時候 他知道基督教的 都在關懷這個社會 所以他就去教會 尋求那些資源 給我們事業也有 米粉 怎樣 卡片 你看我在說這個 高董事一直點頭 聖王爺和爺蘇的生活都一樣 幸福寶貝包包含許多新生兒使用物品 會就近在12區社會福利中心發放 陪伴弱實家庭 共同面對新手父母的照顧壓力 記者溫君 台北報導 我們好 有 我們好 好 好